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陳寗官 歡迎我們週時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CO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訂閱突破59萬人 這兩天義大利封城之後 全世界陷入超級大恐慌 包含了歐盟國家 對於這一支病毒的防堵 會不會全面的武漢化 中國化 全面失控 也包含了美國 事實上八週進入警戒狀態 而這樣的警戒狀態 也來了一場金融大屠殺 全球股會是全面今天告急重挫 連道琼都陷入了盤前棋子 重挫一千多點的熔斷機制 那這個超級大斷頭 很有可能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演 更麻煩的是白宮高層 事實上也有人可能被迫要隔離 已經確定的是 國會議員克魯茲 已經確定要隔離 那美軍當中也有成員 證實染疫 這一次對美國來講 也是一場超級大考驗 紐約時報還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習近平的政治生命 生死一戰 就站在這一個新型冠狀病毒上面 這背後有多少 貴倫這個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胖紅素卿 林管好 大家好 再來是教授山醫生 林管好 大家好 再來是意大利的食品商吳文寧 林管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財經專家老王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來是工衛教授張武修 張教授 好創下我剛剛一開場講 全球金融市場驚天大屠殺 燒完美國股市可能也陷入一片砂盤 然後白宮高層跟美軍 事實上如果確定有染疫的狀況 整個疫情可能還在全面擴大跟失控 武漢肺炎現在主要核心的關注重點 變成到了美國了 而到了美國之後 美國已經有三十四週 都已經有確診病例了 而且最嚴重的問題是連美超 連美國的白宮高層 恐怕都有隔離的問題了 美國現在有五百五十例 有八個週大概美東美西 因為疫情都已經宣布進入了緊急狀態 而在緊急狀態裡面 其中就變成是很多的學校 都變成線上教學 很多的企業都只能在家上班 這個壓力已經都出來了 而這裡面更大壓力是什麼 白宮會不會出問題 因為他們有一個美國以色列 公共事務協會在開會的時候 蓬佩奧還有這次防疫總指揮 副總統彭斯都在裡面 那這裡面已經裡面傳出有人確診 那現在就變成是 那你彭斯還有國務院 那個國務卿蓬佩奧 你們要不要被隔離 那這個東西已經壓力很大 而且當時在場的時候 還有三分之二美國的議員都在裡面 那但是更慘的是 原來已經有個美國的議員 克魯茲已經確定要隔離了 為什麼要隔離呢 他們在馬里蘭州呢 還有一個美國的保守行動會議 而在保守行動會議呢 有很多選民 大家非常熱情 裡面去的人有誰 還有彭斯 然後還有川普 還有Ivanca都參加了 然後結果裡面有一個人是確診的 而在確診裡面因為他們跟選民互動很多 所以克魯茲自己宣布說 他自我隔離14天 因為他跟選民的互動非常密切 可是呢 那這個時候大家問了 那你川普呢 你Ivanca呢 然後庫許娜呢 你的女婿呢 你們都在那個場面 你們都跟選民 然後他們現在美國只有說 不會啦 因為他們距離很遠 但是大家在關注 你們這個如果白宮高層都被隔離 那對美國壓力就更大了 而美國現在面對這個狀況裡面呢 他們還有一個壓力就是公主 現在美國550例確診裡面呢 公主就帶給他們70例 鑽石公主帶了49例 那現在最頭痛的是至尊公主號 有21例已經確診了 而至尊公主號上面還有3500多個人 現在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壓都有問題 然後這美國已經大到壓力之後呢 就說現在呢 進出美國要管理 連美超都要管理 特別是中國和南韓 因為現在有查了一個是 有很多時候病毒會在一些物體上 存9天以上 所以以後呢 從中國和南韓回到美國的美超 不能使用 也要隔離7到9天 確認之後才可以 所以現在美國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疫情 那另外一個是義大利 義大利呢 現在變成是全世界 它的一個整個確診率超過7000 往上超標高 而標高到最後呢 他們呢 開始要學 可能又是聽那個美國 中國的意見 或是WHO的意見 所以他們開始要學封城 連米蘭都要封 那問題是義大利在這個封 因為義大利現在死亡率4.96 也是變成全世界最高的地方 但是他們要封的時候呢 媒體提前把消息洩漏 消息洩漏之後就造成 義大利一千六百萬人大逃亡 所以這個疫情會怎麼擴散 美國和義大利成為世界上新的重點 那問一下舒馨 也因為美國的疫情的惡化 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全面重挫 現在看起來很多這個股民都發現 可能還沒得到這個武漢肺炎 先發生股災 那到底哪一邊災情慘重 還很難說 真的 其實到底會病死還是會餓死 現在還很難確定 還是賠死 真的還很難確定 因為光是受到這個病毒的影響 你就看很多的大公司 紛紛就要求 其實你就乾脆在家上班好了 包括臉書啊 包括Amazon啊 這些全部都說 大家就在家上班好了 可是問題是有沒有可能接下來 除了企業自主化的在家上班之後 美國有沒有可能步上封城的後城呢 他們一些相關的公衛的高層 其實有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不會像武漢或者是義大利那樣的嚴格限制 可是未來針對一些高病例擴散的社區 有可能會希望他們拉長他們的社交距離 也就是說可能是另外一個型態的限制移動管制 希望能夠避免說他快速的把病毒擴散到其他地方去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並不排除 未來可能最特別的地區或社區或一些部分做一些移動管制 所以這是可能的 另外必須注意的是說啊 因為他們也注意到這一波最主要的感染者跟風險族群是這些 長者有慢性病的在長照中心的 所以他們特別是你看紫蘭行業就要完蛋 第一個他說建議這些老人家們呢 在出門前請三思 儘量呢不要長途飛行 並且一定不要搭郵輪 因為你知道嗎 他們各州都有郵輪的災情 不只是公主號 就在歐美國家很多老人喜歡郵輪 他們退休之後就會去坐郵輪 然後這次現在頭痛的他不只是這個自尊公主號 比如說在和華州那些病人是哪裡來 是在埃及坐河輪回來的 他們有一群人就是去埃及旅遊 坐了河輪之後回去又發現說生病了 所以他就想說這些到處都是郵輪 現在的很多地方都沒有辦法靠岸 所以他們說不管如何請你們開始注意 你們不要任意移動了 可是接下來就是一樣要面對這些 所以如果真的病毒入侵他們這些長照機構 造成他們的醫療崩盤之後會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之前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大家在討論說 你有想過為什麼伊朗啊 除了說他的死亡率高之外啊 他們高官的染病率為什麼這麼高 那後面有一個說法是說是這樣 因為他們就是醫療系統是相對缺乏 是相對比較有錢人才能得到的資源 所以這些高官可能呢 大家同樣染病的情況之下呢 民眾可能沒有什麼辦法進到醫院去 反而這些比較高層的人他們可以透過關係 或什麼進了醫院 可是醫院已經崩潰 所以醫院變成是另外一個感染的處所 醫院變成毒窟 所以結果就是所有的高層都一一染病 然後就中標 所以接下來如果一旦造成一些醫院的院內擴散 或者長照中心的擴散 那個美國的悲劇它的慘劇才是真正要開始 那美國內部事實上也發現了 它盤點了很多醫療物資不大夠 第一個叫做口罩不夠 所以他們跟亞洲國家不一樣 亞洲國家事實上現在大家看 只要是人口密集度比較高的城市的話 幾乎人人戴口罩 尤其是比方大眾捷運地鐵 可是我昨天看到美國的媒體拍那個紐約地鐵 紐約地鐵在上下班時間 或者平常的交通巔峰時間也是人潮很多的 可是事實上沒有人在戴口罩 那口罩本身都可以某種程度的稍微降低 這個人跟人之間的感染率跟傳染率 但是他們並沒有鼓勵他們的健康人戴口罩 我想這背後的原因很簡單 可能是口罩不夠 第一 連他們的醫療人員都沒有辦法獲得充足的口罩 所以這個情況下他們應該說健康人是不用戴口罩 健康人只要洗手 重點是要幫他們的醫療人員籌措到足夠的口罩 所以現在他們政府正在做這件事 為什麼之前想要向3M搬回去 做四條線回去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連口罩都不夠 而且口罩已經儼然能成為各國政府之間的物資爭奪戰 最近發生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瑞士他們訂的口罩被德國攔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現在可能對口罩都還蠻在意的 德國也禁止出口口罩 也禁止出口了 然後義大利呢 它是重災區嘛 它現在是緊急對外要訂兩千兩百萬個外科口罩 但是這個節骨也訂 真的什麼時候才拿到真的不知道 而像包括日本或韓國 現在他們都是 韓國也開始要給民眾口罩 而且比照我們嘛 也是實名制之 他們用的是什麼 出生年年處 最後一碼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嘛 來去要領 所以全球的第一波物資的需求 是口罩之戰 可是口罩是最基本而已 剛才提到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已經有一線的醫護人員說 我個人的防護都不夠了 你要叫我進去那個區 這樣不是我要冒險進去嗎 這對我來講太風險了 所以第二波是 其他的個人醫療防護用具 到底什麼時候能補足 因為接下來如果說 就他們的五角大廈說的 30天之內可能會達到一個 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之下 他們必須應戰 應戰沒有武器到底該怎麼辦 這是最大的問題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新型冠狀病毒 全球橫行 現在橫行到全球金融市場 所以現在看起來 一方面是這個災情的疫情 另外一方面股票市場 金融市場也有疫情 也有災情 到底哪一邊死傷慘重很難說 白宮緊急調度了80多億美金的特別預算 第一波特別預算 用在第一波的檢驗 那檢驗之後呢 如果美國也陷入大傳染的話 究竟對全世界會帶來 什麼樣的風險跟災難 我們看一下片段 也沒有真麻煩 我們有很多大周遇 那邊的消息 沒問題 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 I think it was very good. I said, you have to be calm It will go away We do have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this massive ship with 5,000 people and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yeah, that's a big decision. Because we have very low numbers compared to major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Our numbers are lower than just about anybody And in terms of deaths, I don't know what the count is, but I think we have 從現在的發展來講 意大利 歐盟跟美國的疫情 在這個週末都加速加快惡化 尤其是美國 真的是很令人失望 就是說他有全世界最強的公衛力量 這些疫調這些手段 都是從美國發展出來的 結果你看川普到現在還是非常輕忽 他這是提出抗議預算 他只提多少 25億 他剛剛講 他說我要25億給我83億 所以我就接受了 代表什麼 你想想看25億是什麼概念 他人口是我們的15倍 他的抗議預算跟我們沒差多少錢 他751台幣 我們600億台幣 15倍人口你能幹嘛 所以他坦白講 他就是一路上的輕忽 而且川普他是作為一個商人 他對健康的態度就跟自由一樣 健康跟自由一樣 就是說你失去他之後 你才知道他的可貴 你預算不足 你有再多的公衛 醫療力量 你能怎麼樣呢 七天前美國總檢查量 400個個案 兩天前他檢查到2000個 坦白講就是我們台灣 這種措耳小地方 一天的檢查量 他病兩塊給2000個 你說起來 坦白講真的 你讓那些醫護人員 小腹難為五米之吹 你就不給我檢驗 你通通要送到CDC去嘛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我再多的本領我怎麼辦呢 那講到口罩的下滑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CDC到現在 建議美國人說正常的不用戴口罩 因為你口罩就不夠嘛 他要留給醫護用 對嘛 你只有3500萬個口罩 3億5000萬人口 你這個口罩是要幹嘛 然後跟人家覺得 有一點替美國人覺得 很氣憤的是 今天這個肺炎 新冠狀病毒 不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 已經前前後從12月 中國大陸人哥 1月3號就通知你了 而且我認為美國 在1月3號之前 大概就知道了 對 那到現在已經兩個半月到三個月了 對 你準備了什麼 他們會不會覺得隔著太平洋 感覺比較遙遠 台灣因為 雖然中間隔著台灣海峽 可是台灣有密集的兩岸往返 甚至有一陣子小山通都變成漏洞 所以台灣雖然中間隔著一個台灣海峽 但是大陸出傳染病 台灣就覺得 我們沒有嚴陣以待 我們會很危險 那美國人會不會覺得 太平洋比較寬廣 然後覺得那是亞洲病人 沒錯 亞洲傳染病 現在傳到歐洲 傳到美洲 其實如果你看 在這個赤裸針雜誌 剛剛預印版就還沒有印出來 就往上宣布了一個 中央大學林教授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全世界第一個要陷落的其實應該是台灣 因為他以我們的交通等等去估算 台灣是最慘的 所以川普經理他也想說我那麼遠 公無屁事對不對 你們可能死光了我們美國都還沒事 不過我跟你講 如果他有這個想法代表什麼 他根本聽不進去他們CDC任何的建議 還有他們如果認為類似2003年的SARS 你也必須承認那一波的SARS 對於美國本土也沒有這麼大的傷害 那一波主要集中也是亞洲幾個國家 對 他不能把每一個病毒都想到 像SARS那個老實 然後敦厚的病毒 然後一來就要有症狀 那就跟你講說我在發燒 你現在兒子SARS忠厚老實 他就忠厚老實病毒 不像這個病毒 他一來就不跟你講對不對 像這種你不能把每個病毒 都當作他忠厚老實 對不對 那如果你這個想法 而且你注意看 川普當初在講說 每次每次的時候 他講完之後 隔兩個鐘頭CDC就開記者會 就直接推翻他的建議 就是說沒有 社區感染不是要不要發生 是什麼時候要發生的問題 對 他現在就是社區感染 而且是一爆 那麼多週都開始社區感染 所以我坦白講 而且他現在有 以他已經驗的不多 確診500多 其中三大政經社區 華盛頓白宮高層 然後東岸 歹勢紐約 金融重鎮 西岸 歹勢加州 四股 除了金融科技 政治重症 都重傷 那如果這個病毒在傷 他年底也打包走人 他會排工打包行李 我認為這個東西繼續蔓延 因為你知道美國人 輿論 只要死了美國人 就開始有人會覺得 你的施政是有問題的 所以到最後 因為死人越來越多 他一定會被argue說 你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坦白講我也認為說 他做了那麼多錯誤的事情 事並影響他的選情 到目前為止 我看他唯一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的防疫中心 一起來就是一級開設 對不對 因為副總統 到做指揮官的話 那代表那個就是一級開設 所以他坦白講 我目前看著上演的 唯一川普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一級開設 他一開始不是彭斯的 真的嗎 上個禮拜 對 上個禮拜 股票跌三千點 跌了之後就彭斯出來 他就彭斯出來了 那現在在熔斷一下 他可能親自出來 他可能每天的競選行程 都變成防疫行程 不過我跟你講 他真的不要出來 推特不在嘴中國了 我跟你講他不要出來最好 因為他出來 他的貫算態度 就是很親自意料最快 他還把歐巴馬那個 平民的健保 他被給他砍掉了 所以你知道他的態度 你看看 今天這個問題 一定會變成他的致命傷 你有那麼多人沒有健保 13.5%的美國人 那是幾千萬人 你就說好 那我給你免費檢疫 好像功德很大 免費檢疫 我連救護車都坐不起 對不對 救護車八萬塊台幣一次 誰坐得起 那些尤其是根本 沒有醫療保險的人 他是坐得起救護車的人嗎 所以我坦白講 那我理他是不是就把他 美國做法是不是就把他 那個類流感化 就是說我檢疫嘛 你比較嚴重的你來找我嘛 你如果輕症或者無症 你當然不會囉嗦嘛 流感有的時候也是這樣嘛 因為美國的那種人 就覺得小感冒 小流感不用看病 所以今年流感人的死亡率 跟人數也飆高嘛 沒錯 然後他把他的控管 直接拉到醫療體系 就是說直接進入醫療體系的分流 跟重症的管控啦 我認為這一段像日本 現在也類似這個做法 可是我認為這段不會成功 為什麼 流感你能撞住是因為流感 大部分人都有某一種程度的免疫力 因為流感每一年來一次 我們所有的在座所有的人 都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曾經得過一次流感 所以你會 細胞的免疫會一個記憶力存在 所以坦白講大部分人 不會被流感搞到死掉 可是今天這是一個沒有抵抗力的病毒 所以他到目前宣布的死亡率 都在流感的20倍 如果你又要4.5的話是45倍 所以美國人怎麼可能願意承受說 譬如說60%能夠感染 那死掉2%好了 我跟你講他就不要玩了 而且他顯然是特定的 對中老年人 特別是老年人的死亡率 又飆得更高 對這一點我倒是有一點看法 給各位補充一下 這是所有的肺炎的死亡率 你看到年紀大這邊來 就變了一條曲線上來 代表什麼 所有的肺炎 老的死的就是快 而且它是對速曲線 所以其實這種肺炎 不管流感肺炎或這個東西肺炎 你只要肺炎多 老人家死亡率就高 好那我可以用肺炎鏈球菌疫苗來講 就是說肺炎鏈球菌侵犯到肺 產生的肺炎反應 也很容易讓老人致死 所以為什麼他們鼓勵老人打疫苗 所以這支的新冠病毒侵入到肺炎 也可能讓老人致死率高 所以就回到你剛剛講的邏輯了 中老年人特別是老年人 他得到肺炎 他的死亡率就是特別高了 不管他是因為病毒或者病菌引起的肺炎 甚或流感引起的肺炎 就是不知何任何源頭引起他肺炎 然後肺炎對老年人的死亡率就是特別標高 對 可是問題是說 肺炎症球菌它本身有疫苗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國內很多縣市都已經是免費打第一次了 就跟很多縣市台灣也可以打流感疫苗 老人都可以打 對 可是這個新冠病毒是沒有疫苗的 所以我認為他的死傷其實是一個政治人物承受不起的 他要為他當初的輕忽 以及對醫療預算的打壓付出代價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悉情冠狀病毒在全世界橫行 現在白宮高層跟美軍都面對 會嚴肅的病毒的考驗 那偏偏這個病毒短期內 目前看不到特效藥 好 張教授剛剛看到的是何大一的說法 短期沒有特效藥 但是他評論了吉利德的瑞德西韋 他說有可能對SARS或者MERS的冠狀病毒 可能在動物的實驗裡頭有一些效果 所以目前為止比較有機會寄望的 可能是這一個藥物 何大一的訪問非常重要 他有一部分的訊息是說 對SARS之後生意界的很多引起來新的想法 想要做法呢 可是SARS來得太快 去得太快 這個後段的聯誼沒有產生新的效果 所以等到十七年之後呢 本來我們在SARS那個時候 醫藥界想要發展的延誤了 所以現在我們變成很多想法 又要把以前的倉庫裡面的想法拿出來做 剛剛談到了一些重要的藥物過展 在以前的SARS就有談過 其實這個這個直接進到藥的本身發展 現在只有這個藥 可是還有其他幾個可行的藥 其實中藥業的有些學者 他們也在做一部分的小分子的治療 這個小分子的治療就是說直接針對這個 產生的叫做疫苗生物激素的風暴 這個風暴是造成 你看很多這武漢肺炎死掉的病人 他們會不會有大量的溶液 大量的反應 其實是這樣產生死亡 就是說這個病毒來了新的來 那麼這個人體對他有過度的反應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種過度的免疫反應 把它阻結 這是除了抗體之外藥物之外 另外一個小分子治療 我相信這個也是另外一波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要趕時間 趕時間 那麼如果我們可以談 剛剛談到了美國的情形 美國實在是天堂 過去幾百 一兩百年來 世界各國發生很多事情 美國都幸免遺難 美國常常都佔領一個 去拯救人家 二次大人去拯救人家 很多情形 他拯救人家 到中東去影響人家國家 美國很少自己有什麼問題 那麼這一次倒是讓美國人 是不是會讓他有有深刻的這個改變 我們還要看 不過美國公共衛生很強 美國的疫苗施打力是相當強的 這個大概是六到七成左右 那麼所以談到說 美國雖然算了算 不過他們有一種高度的自主 美國人常常想說 為什麼他們不要見到 說你要得到什麼 你自己要打拼 你要去賺錢去努力 他不要政府過度的干預 讓政府做免費這種 這個跟社會主義歐洲的 跟臺灣的是很不一樣的 那美國是不是已經到達夠高的 這個警戒會大量的預算 那麼常常世界上很多重大的問題 是美國人 美國人不是只有一種人是世界各國的精英 到美國想出最好的方法 像這個Microsoft的這些這個Google 這是美國人去創造出來 所以我覺得呢 在過來美國的疫情嚴重呢 可能會創造出新的過去沒有看過的治療的模式 會跑出來 類似何何大一所提的這些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要仔細觀察的地方 好那問一下Alan Alan基本上是義大利的代理商 那這次義大利災情慘重 那事實上有很多義大利貨 確實也運不出來 進不來出不去 就是怎麼說 我們義大利進口的商品是從義大利的港 然後經過那個土耳其下面會有一個運河 然後進來到亞洲 然後到新加坡 到亞洲各個國家下貨以後 然後到了上海要下貨以後 才會來到我們臺灣的基隆港 那因為1月2月是不是上海那邊有疫情 所以他們是不能上班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貨櫃卡在那邊 沒辦法下貨 你們現在有貨櫃卡在上海 一二十條 真的喔 更慘的不是這個 後面還有還沒完 現在我在等那一二十條貨櫃 因為沒有人可以下貨 然後轉來我們那個臺灣 好那你去想這兩個月 還在義大利當地有發生什麼事 我們沒有空的貨櫃跟空的船 回去義大利再新的貨出來 所以現在義大利的港口卡 我十天前收到的數字是四千個貨櫃 就是四千個貨櫃的貨 再等空的貨櫃回去裝貨櫃 然後等空的船把它載來亞洲或世界各地 好那這一次封城主要先封北裔嘛 北裔好像是義大利這個比較有錢的區域 這一次真的義大利很慘 因為南裔北裔都是人 可是北裔是義大利最賺錢的地方 他這一次封了三大區 那個倫巴迪 倫巴迪 Emilia Romagna 然後再來是委內托 好那我們來看倫巴迪最大的城市 就是米蘭 米蘭是金融重鎮 米蘭 Guzzi Prada 這些時尚重鎮 消費旅遊重鎮 然後米蘭也是觀光嘛 那現在那個大教堂都關起來 是不能參觀的 所有的博物館啊 都美術館都是關起來的 你都不能進去參觀 再來Emilia Romagna 他有三大重要的城市 第一個是帕瑪 帕瑪火腿 一顆一隻就要兩萬塊 帕瑪生起司一圈就要五萬塊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波隆尼亞 波隆尼亞就是杜卡迪重鎮 還有那個藍寶基尼跑車 那個一台都一兩千萬的 再來另外一個 跑車交貨可能也會delay 對 可能之前有人訂車 現在就要在空等了 然後再來就是摩典納 摩典納最有名就是法拉利跑車 然後再來是那個馬薩拉蒂跑車 所以這些都是大賺錢的地方 對 然後維內托最有名的城市 就是威尼斯 那威尼斯一年觀光人次 好像到一千多吧 一兩千多萬 所以這個對義大利的那個經濟 真的損失真的非常的重 那你的觀察 為什麼義大利的疫情 失控到這個程度 他們前一陣子 已經有很多排滑的影片 你收到很多你的意大利朋友的影片圖片 都很誇張 我分兩大原因 然後第一個是他們那邊中國人太多 為什麼中國人會很多 因為他們的那個移民的政策比較鬆 就是我不管是非法的或合法的居留滿六年 我就可以拿到身份 不管你是嫁過去的或者是你是黑工 然後只要待滿六年就可以拿到 那再來就是說 大概在十年前開始溫州人大量的移民到意大利 像我自己的辦公在意大利的辦公室 我已經用掉三屆的那個溫州的助理了 我用到第一屆溫州人怎麼會出現 以前都要講 現在我的原廠說 我現在會會又會英語 又會意大利也會中文 因為溫州人都來上班了 那為什麼溫州人那麼大量的到意大利 比如說我代理的橄欖油 那個工業區就是做沙發 最重要的一個工業區 那以前沙發都是聘用黑人當黑工 因為比較便宜 那溫州人開始移民到意大利以後 就取代了黑人 那溫州人又很團結 他們有自助會會互相幫忙 所以他們先慢慢存錢慢慢存錢 又遇到十年前那個歐洲的經濟非常不好 所以他們把存的錢拿來買 他原來打工的工廠 然後就變成以前僱用他的白人 變成他的員工 然後所以現在有疫情 為什麼中國人會被打 我覺得這個是有累積一些憤怒 所以第一個原因是中國人很多 那當然他們在往返之間 一定會把病人 就是把病帶過去 第二個是我覺得是意大利人的態度 因為第一個 意大利人非常不相信他們的政府 因為他們都說 他們的政府是白色的黑手黨 所以政府公布什麼數據 他們都不相信 所以政府也沒有 因為他們政府真的也不太認真 所以沒有提前去預防一些事情 所以就變成現在已經爆發的太嚴重 再來他們不相信政府 比如說現在我要來上你節目之前 我問了好幾個北疫的人說 為什麼你的數據會那麼大 他們居然跟我說 其實我們的醫療已經崩潰了 所以我們把那個自然老死的或病死的 都歸類到那個武漢疫情 所以他們對他們政府 所以這個也是他們的態度有意大利人 現在為什麼他疫情會擴張到 我覺得他們對他們的樂天浪漫的態度 還有不相信政府數據的態度是有關的 比如說剛才我們說到 他們進口的兩千兩百個口罩 我昨天也問了我所有義大利朋友 請問你從出生到現在到今天這麼嚴重 你被封城了 你戴過口罩嗎 沒有 因為戴口罩對他們來講是一件很尷尬的事 只有重症的人才會戴口罩 而且他們義大利人很愛漂亮 我每天穿得那麼漂亮要戴個口罩 他們完全放不下那個態度 再來就是剛才我們也有說到 他們禁止要親吻 有沒有 其實我有問他們就是說 現在你們有做這樣的規定了 你們真的有沒有親吻說哪有可能這不合乎人情 所以他們還是造親 所以我覺得這跟中國人很多 跟他們義大利人態度真的很有關係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新型冠狀病毒 現在對全世界造成很大的衝擊傷害跟影響 那歐洲最傷 歐洲股市事實上連跌了快要兩個禮拜 幾乎都完全沒有反彈 那義大利封城事實上可能讓歐盟更加的 這一個處境更為惡化 那Alan剛剛講到 義大利人很樂天很浪漫 那愛漂亮的個性怎麼可能接受戴口罩 而且現在感覺就是沒關係啊 封城啊封看看啊 這照片是我米蘭的朋友寄給我的 他發生疫情後沒有問我說怎麼預防疫情 他只在抱怨說 他現在封城大眾運輸停了 然後車子不能開進去市區市區的車子不能開 所以他每天從他家走到辦公室 再從辦公室下班走回來 每天要走14公里 那他還走路去上班那麼勤犯啊 一定要上班 而且他們上班的空間 每個人要距離兩公尺 他們有這樣規定 如果有辦公室的話 人跟人要超過兩公尺 然後現在只能走路上班 走路上班 然後事實上有很多義大利的美食文化 通通都受到影響 因為我是做食品的 所以我會關注一些主廚在IG啊 或者是Facebook上面的po文 像這個是昨天晚上突然跑出來 這是摩點納米其林三星世界第一名的餐廳 Maximo Botula的餐廳 那他每天 waiting的那個排他的座位的人數是全世界是35萬人 每天喔 那他現在 waiting這個餐廳 那一個餐廳米其林餐廳就是等於平均三個人服務你一個人 他有20個座位 所以他所有內外廠員工有60人 那他是3月8號被公佈那個摩點納市封城嘛 所以他現在 因為去吃米其林餐廳一定不是當地人 一定是從國外或別的城市 所以他的餐廳現在開著 沒有人可以進去用餐 好 那他這個60人的成本很高吧 對 所以這很慘 那這個是米其林一星餐廳 那個在米蘭 那這一個米蘭的這個主廚呢 他的餐廳有100多個座位 平常都是在幫普拉達 估計啊辦那個發表會的 還有一般人也可以去用餐 那他上面的那個圍裙寫著 Milano Keep Cooking 就是米蘭繼續煮飯 因為他的餐廳100多個位置 現在沒有人可以去用餐 因為沒有大宋交通 也不能開車 所以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重創 那問一下這個Adan 這次一開始封的是北藝 那南藝跟北藝本身是有差距的 南藝 北藝的差距是在經濟 因為那個南藝是天然環境 所以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他們種很多杜蘭小麥 可是他們不會銷售 不會行銷 所以就會被北藝人拉去那個北藝 然後包裝做成義大利麵包裝的很高級 然後外銷到世界各地 那所以北藝的人就把他產業化賺錢 那南藝的人就只有中賣值 也沒有很認真中 因為那個天然就會漲 所以北藝跟南藝 其實他們兩邊是對立的 南藝人都跟我抱怨說 他們那麼好的原料 被北藝人包一包 利潤都北藝人賺走 錢都給他們賺 用台灣的概念 就是菜蟲的概念 所以兩邊是對立的 所以這一次最慘的 就是專門很會做行銷 很會包裝汽車 食尚 食品的 這一些地區被封城了 真的 那問一下老王 也因為疫情的惡化 全球金融市場今天大屠殺 這個上禮拜 這個全球資本市場 這個從家務病房 暫時恢復呼吸 不過沒想到一個禮拜之後 今天就暫時又再度停止呼吸了 心跳大都停了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你說這個原油 原油的這個主要是OPEC 它不同意減產 然後俄羅斯 俄羅斯他就說 那我不同意減產 結果沙烏蒂阿拉伯 你知道小家子他就說 你不同意減產對不對 那我就來增產 所以造成這個原油的重挫 但原油的大跌關係 還有一個我們在節目上談過的就是 就全世界全球的商業用油的大減 這當然就還是肺炎的影響 那你看到今天的股市 其實雅股是一面慘略 連這個最強最強 我們說地表最強的上陣指數 今天也終於跌了 這個是還沒收盤 是收盤還要跌大跌3% 那現在的歐股 幾乎法股 英國 德股 幾乎都是9%以上起跳的 那剛才關姐有提到 這個美國的電子盤 政治盤中觸及這個熔斷 大概5% 現在大家在關心什麼 你知道就等一下晚上開盤之後 會不會觸及7%跟13%的這個熔斷 這才是有可能的 熔斷解釋給觀眾朋友聽 有點類似台灣的融資多殺多 或者城市交易 然後他到了一個數字 他就立刻殺 然後就會一個殺一個 那是一種骨牌效應 他來到一個關鍵 比如說他規定在幾分鐘內 殺到多少%的時候 他就停止了 因為他覺得這太恐慌 因為可能城市交易會亂殺 停止之後 他讓你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過一陣子之後 我們晚上再來開 然後再開之後 就會往下跌7% 再來就10% 13% 這樣一直累推 那當然就一個一個觀察破完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今天我們這市值蒸發 光台積電一家 就蒸發了2000多億的市值 那很多一家 那原本我們去年還在挑戰說 我們防疫預算才610% 然後一天就增加2千 然後台積電今天市值 增發2000多億 那外資金大賣多少 大賣545億 這個數字是很恐怖的 上一次500多億什麼時候 跟大家報告 這邊是2007年的3月份跟7月份 2007年是什麼特別數字 就是金融海嘯前的那個數字 等一下喔 2007年的那個數字是二房出市 我再跟大家回溯喔 二房出市2007年殺一波 2008年的第一劑殺的是貝爾斯特 然後到了9月份才會殺到AIG 然後雷曼跟Merylind去 所以三個階段的殺法不一樣喔 可是骨牌效應就是這樣 骨牌效應跟病毒傳染一樣 那個R0值很高 就是本來只有一個 一週後可能就等頂級數成長 就是啊 所以我今天提出這個外資賣超 所以是要讓你知道說 外資賣超在歷史上是就有意義 而且在2020今年到目前3月份 已經出現兩次外賣超 是名列台股有史以來的2,10名 所以你知道現在經濟是非常動盪 那這個高昇證券當然提出來 他說亞洲科技業 這次受到疫情影響會蒸發 而且他首先點名 最慘的就是誰 就是這個鴻海 他告訴大家說鴻海的今年營業利率 可能會往下調這個衰退大概39% 大概就是18億左右啦 所以跟老闆講的不太一樣 因為高昇看的是比較危險一點 那他指出台積電也會受到影響 那三星的話 你可以看這個表嘛 三星的話大概是影響店名 但是高昇有說 我這還不算到它國內的問題 因為知道三線是很嚴重 所以預期三星應該是這波亞洲裡面 反而是很嚴重 然後跟鴻海也是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 鴻海會嚴重 大概跟這個Apple一樣問題嘛 那美國的銀行 美銀他就推出來 五項 他認為目前現在美國經濟 遇到很大的困難 第一個美國消費者 接下來這五項的部分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喔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橫行全球 而且橫行金融市場 那這個老娃 上個禮拜我們算過 全球金融市場蒸發180兆台幣 那照今天為止又開始蒸發 那以今天的蒸發的做法 最後它會影響到實體經濟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確定實體經濟 比方說全球的旅遊 飯店觀光消費 郵輪 然後航空 所有的這一種的 各個國家的這一類產業 全面重傷 那重傷之後呢 它會有本質的獲利衰退 它會有本質的 這個現金周轉的問題 那這一些現金的周轉 又本質的反映到金融市場上 那金融市場真正在殺的時候 所有好貨爛貨都一起殺 對我們說了嘛 股價就是經濟的出刷嘛 股票永遠領先 股價永遠領先基本面嘛 所以關鍵剛才講對 現在股價已經看到在跌囉 隨之而來就是基本面的衰退 會讓你看到 比如說美銀 美銀就在寫一篇 他說美國已經出現 五個經濟衰退訊號 第一個 美國消費者的實力減弱 第二個就是中小企業信心跌破100 其實上禮拜我們講到 中國的中小企業更慘了 創造歷史新低 那在失業救濟人數攀升到25萬 我要提醒大家 其實在這個2008年大崩盤的時候 美國一個數字是同期指標 就這個數字一直在攀升 美股就一直跌 那個就叫失業率 我們知道這個殖利率的倒掛 它是領先指標 那至於同期指標叫失業率 所以接下來大家觀察 失業率這個指標 再來就是美國抵押貸款 當然啊 因為沒有人要做生意了嘛 因為消費這個整個內需往下跑 當然沒有要抵押貸款 最後一個我覺得很關鍵 他說川普的連任可能性大減 原本又有幾% 現在剩五成多了 所以這個大家就很關鍵 我們經濟率就要往下滑 誰會投給你票 說我補充一個 我看到川普的說法 川普有一種說法是說 他不排除搞不好要減稅 這一定要的 而且是個人薪資所得說要減稅 他想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利多方案 來撐他的盤 川普哥哥25000撐了一個禮拜了 這個禮拜我看來又是先薪的一週了 因為不能跌破 川普也套牢了你知道嗎 好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就是美國科技股 過去從二月份 二月以來到這邊十幾週 二月二四到以來 就蒸發多少億美元 非常多跌幅 大概你可以看到出來 像AlphaGo 然後一些有的沒的 全部Facebook 幾乎都是大跌10%左右在跳 所以我覺得美國整體科技股的股價 是在往下修正 因為股價過去在去年 都被推升到了高檔 尤其晶片股 突然來一個這個禮拜 當然就有一個借口 來做一個大幅的修正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像這個的話 你說這些科技公司往下跌的話 當然那些持有人 當然受重傷 你說亞馬遜的貝佐斯 蒸發 這個股價升發一千多億 然後這個股神巴菲特 臉書的祖克伯拉 還有這個微軟的 比爾蓋子 這些人加起來 短短兩個禮拜 他們蒸發的金額 就是個人的資產 就超過九千億 所以富豪 錢也在往下掉 股價也在往下掉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那這些科技的公司 也很多的會議都取消 我現在納悶 就是美國那些NBA 到底要不要取消 因為它是大型的巨位 像這個美國科技 我們知道剛才矽谷 矽谷現在很多案例 都發生在加州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到 MWC世界通信大會 已經取消了 接下來Google 這個IO是開發者大會 然後Facebook F8 這個也是開發者大會 然後蘋果的 WWDC也是開發者大會 目前前面幾個都線上舉行 大家就預期 那蘋果接下來 也是不知道 有可能會跟進 也線上舉辦 那再來看一下 辦公的情形 剛才是指科技業的盛事 跟一些開發者的聯絡 科技業的員工 幾乎你現在一面全面看到 在華盛頓州或舊金山區的 舊金山灣區的 幾乎的員工 全部都是在家 不過我想提出來 就像亞馬遜這種 很多需要IT的這種設備 難道你是真的是 線上開會就能夠解決 其實沒有 很多時候我們知道 工程師都聚在一起 討論那個工程有沒有bug 所以你現在的影響 你既然是要隔離到線上的話 這麼多上萬名 甚至十萬名員工 就在基於這些科技巨頭 會讓這些科技公司的進程 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的東西 很多產品 沒辦法去推進 沒辦法推新的產品 自然你的 又會影響到你未來的銷售時程 整個半導體的眼鏡都影響 那老王我跟你討論 上個禮拜 其實美國股市天天重挫 然後唯一一天稍微反彈 就是廢得降息 可是廢得一次降涼 今天立刻台灣一大堆外營 跟這個做外匯的存款的 拒收美元了 因為現在收進來的 這個美元高利 通通美和 都了解也走 然後現在本月份 三月份 搞不好18號 還會再這樣刺息 而且川普說坎坎坎 所以事實上以美元來講 可能走到負利率的階段 對 其實最新的資料已經顯示 今天上午看到這個 美國電子板這樣崩跌 已經外媒已經發出來說 這個安月18號降息機率 大增到八成以上 就是川普人用的工序就這樣 所以你現在美元 那當然美元就越來越薄 因為錢一直流出來 可是這個又很納悶 你當美元一直降息之後 你如果救不起來經濟 那反而你美國 你的貨幣是越來越貶值的 這其實對美國經濟 也沒有太大的支撐效果 所以川普要小心 就是同時在用這些放水 來救市的時候 它能不能發揮當年QE的效用 這大家打問號 因為當年QE是股票已經崩盤了 現在你的QE 就類似現在你在放水 沒有 我覺得現在QE很像防疫 很像檢疫 就是其實這都是機制問題 你的一戶崩盤後的檢疫 已經無意義 那同樣的你的金融 如果一旦失守某些防線 你的QE也會沒有用 而且當時道雄是幾萬點 現在是25000點 你跟我說你要放水救股市 那個基期的不一樣 就會產生一個不一樣的結果 我們跟大家回溯 前一波道雄的QE拼命印鈔票 其實是08年金融海嘯 殺到09年 殺到連花旗都快要到 然後道雄最低 我記得殺到8000以下 然後一路拉拉拉拉拉 道雄就從當年 2009年歷史低檔 我們算他8000好了 拉到上個月29000 各位觀眾朋友 8000到29000 大家數學算一下 現在29000殺到24000多 25000 盤前盤已經24000多了 可是24000 2500跟當年的基期8000 是不是8324 差很多 而且你要大家知道降息不是現在太降 事實上美國去年就降了兩三次了 今年只是繼續降 所以你如果說過去降的有效的話 那現在應該就要對疫情很能抵抗 事實上是沒效的嘛 如果兩次沒效 所以老川說要減稅 就是他能推出什麼方案 趕快推出來嘛 只是我在美國 他是一個自由的市場 他不太不像像中國說推出什麼政政 不准放空就一路乾 可是我們看到 美股是你川普現在在講 中國也在減稅也在減租 中國還有一堆人抗議說 房租要減免 房租要打對折 所以大家只能這樣子稱 然後所以病毒全球化了 可是全球化的經濟體 被反全球化對作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真的是變局很大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訂閱突破59萬人了 同時我們在IG臉書推特 也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觀眾朋友分享訂閱跟追蹤 啊 見證歷史 真的啊 見證歷史 見證歷史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